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在雅各面对他生命里面一个很深的困境 他降服在神的面前 按照他自己每一次碰到困难 他都会想尽办法 他的手要去抓 他的手抓住问题 他的手也抓住答案 他非常有计划 他非常有步骤 他非常聪明 他知道我要这样去做 我要那样去做 他会动脑筋 我们用现代人讲的话 就是他充满点子 遇到这样的情况要这样做 遇到那样的状况要那样做 我在想 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 我心中有一些感动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也很像雅各 你非常聪明 你知道遇到什么事要怎么处理 遇到什么人要怎么样解决 你知道什么样的情况 要从哪里抓资源 要从哪里找到帮助 你非常懂得这些 但是好像雅各一样 此刻 在他人生走过生命的历程 他越来越发现 生命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关卡 他无能为力 他再怎么努力 也没有办法 以至于他的生命有一个改变 他还是雅各 他还是觉得 遇到事情 我得要尽本分地去 去做步骤 有步骤 有计划 有想法 然后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但是当他什么都做完之后 他承认 除非神怜悯我们 否则就是白忙一场 你知道雅各 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吗 我把他说的这段话 读给你听 他说 但愿全能的神 使你们在那人面前 蒙怜悯 然后释放你们的 那兄弟和变亚米回来 把那个被扣在那里的 还有你们的这个小弟弟 变亚米能够释放回来 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 多么无奈的话 他说 我若上了儿子 就上了吧 你知道他就说 意思就是说 我这么宝贝 我的这些儿子 特别是变亚米 这个最小的孩子 我多么想用各样的方法 维护他 保护他 守住他 可是此刻 这个做父亲的人 非常无奈地说 我什么都做了 但是我知道 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最后 我只好在神面前承认说 死就死吧 我也没有办法 我什么都做了 你也在这样一个 很深的无力感里面吗 感谢主 就是雅各 每一次走到他的尽头 发现他无能为力 他只好放手交给神 然后渐渐地他发现 再我不能 我已经走到尽头了 我无能为力 但是我却惊艳 在我的神 原来他有路 他一出手就有路 这样的经历 使他越来越肯 在神的面前放手 一次 我无能为力 后来只好交给神 神有路 第二次 只好交给神 神有路 这样的经历越来越多 他就越来越懂得 我的生命必须改变 我必须学会放手 祝福你 你也正走在这样一个 困境当中吗 你会经验 再你不能 但是你的神 真的能 放手交给他 你会越来越多的经验 他一出手 就有路 你会越来越 信任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